你过得怎么样 你们要你们干嘛分手啊 就是有些人就是说 就是知道不能在一起了 什么原因吧 怎么说 我觉得时间太久了 太长了 磨合了太久之后 就发现感情淡了 他感觉我没有以前那么爱他 他也没有以前那么爱我 算是和平分手吧 我们俩当时到什么地步 就是他房子已经买完了 父母都已经见过了 然后基本上什么彩礼啊 三件啊都谈好了 但是还是选择和平分手 因为一辈子太长了 谁也无法预知 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会遇到 比我更好的姑娘 他可能会觉得 我会遇到比他更合适的老公 你们俩都是这么想的 对 所以你们俩就分开了 就是为了让彼此 找到下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你们俩分开了 对 因为在一起 没有感觉了 一段没有感觉的爱情 是没有办法继续的 其实那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你今天都不该来 再熬熬 你们俩也能和平分手 不不不不 就是说 您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对他就是 就是说 他是我这辈子 遇到的第二个男孩 那你相信日久无情吗 这要看相处 万一我对他就不一样了呢 最后再问姑娘一个问题 今天来这到底干嘛 就是想要问他以后 能不能就是说 稍微的对我管得松一点 让我自由一点 然后方便的话 学学东北菜吧 一辈子太长了 吃你的菜太难吃了 这个选的所谓的管理 不那么紧的标准是什么 我需要自由的空间 怎么个自由法 比如说 我要出去聚会的时候 你可以偶尔跟着我 但不要一直跟着我 我跟我朋友联系的时候 请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事无巨细地问道 不要翻我的手机 不要拦着我交朋友 这些事你都干过 干过 为什么呢 感觉他太优秀了 他学历高嘛 他是学法律专业的 我就是一厨师 你自卑是吧 对 你这意思 对 就自卑 反而是感觉随时可能会失去 那你那会儿就不应该跟他谈呢 你那么自卑 就是说 想在一起就处一下试试呗 行 我听明白了 就是你们觉得 虽然闹哄哄 但也挺好 是这意思吧 对 女生是虽然想分手 但是又舍不得 是这意思吧 对 女生给出的解释是说 因为对这个男生是一见钟情 对吗 可能 他有很多地方 是让我心疼的 你心疼他什么呀 心疼 因为他 很小就出来工作了吧 这个男人在你的情感经历当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谈恋爱不是养宠 对吧 明白 所以舍不得是什么 舍不得就是他有宠物的那一部分 所以他当然会自卑啊 我也会自卑啊 每个人都是有感觉的 哪有在爱情当中 用这样的方式去谈呢 所以说我 我今天来也是希望看看老师怎么说 行 我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述我直言 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生态度 我不认同 或许我和你之间 由于年龄的关系 有代沟 但是你和你的男朋友 属于同龄人 我发现你们之间 他同样有代沟 你追求生活的刺激 但你丝毫不考虑 你这样的追求刺激 刺伤了自己的男友 你也不顾及他的感受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 他是夜猫子 生根半夜到外面去奔迪 唱歌活动和一帮朋友 那是不是这帮朋友当中 就有他的前男友 对吧 有 你醉点你受不了 对 绝大多数男人都受不了 小伙子啊 他给你的不是爱情 是怜悯你知道吗 我们可能没受过高等教育 有种种原因 但你也有人格啊 他很显然 他给你的爱情 很知识很自我 所以小伙子真的 我想你要醒一醒啊 我但愿你能在爱情保卫站 醒过来好吧 我其他真的无语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陈老师 我觉得他很现代 他的思路很现代 很超前 我倒觉得 你比较适合谈恋爱 一直这么谈下去 一个男孩子 再一个男孩子 等哪一天你成长了 在花落他家 现在在我看来 就是你的刚刚表述当中 你参加party 然后见了你前男友 你没有带他 你告诉他了 但是他要的不是这样 他要的是 你要带他去 他有点不放心 还有个他做饭 那希望你能夸他 可是你有没有夸他 你说他不好吃 那么在我看来 你们俩是他在依赖你 你们这种关系是 我觉得有的可能是 姐弟恋也好 还有是 他有点孽母情结 因为他的母亲去世得早 你们在男朋友和女朋友 和一种母爱的之间 纠缠在一起 你们俩没分清楚 所以呢 我希望你们俩 把自己的情感捋一下 给他一个空间 他刚刚不说呢 如果他是你现在 就是现在的男朋友 那就给他一个塑造 他男人的形象 让他作为一个树的形象 跟你站在一起 那你们呢 就尝试一种调和 或者磨合 达到一个共识 没准你们的关系会融洽 好 谢谢陈老师 来 陈达老师 男孩啊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感受得到爱吗 感受到 什么感觉呀 温暖的感觉 跟前男友见面 你温暖啊 那是不温暖的时候 那你这个 对爱的理解 太有偏差了 但是 因为你的没有底线 所以我告诉你 你想要让他 管住他 让他不要在12点以后出去 不要再去认识新的朋友 不要再跟前男友见面 是不可能的事 你做不到 如果你要是能做好 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就能忍 我就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那你们二位就接触 如果你还有那么一丁点的 男人的自尊的话 其实你今天就可以转身走 接下来说姑娘 你自己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的真实 是吗 对吧 就觉得很多女孩 每天虚情假意 这样那样的 特别做作 自己特别真实 对 对吧 你这种真实 特别不高级 就是你自认为 真实的这个外表 给我们在场所有的人 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你知道吗 你说到的 寻求刺激也好 什么新鲜感也好 这些词都不等于 我行我素 如果你在认认真真地 谈一段恋爱 像你所说的 你喜欢他 你爱他的话 你就应该 以他的感受为出发点 你去 有前男友在的 这个聚会上 就是完全 不把他 当回事 完全没有把他 放在你的心上 这样一个我行我素 没有自律性的人 是不值得被爱的 女人有两点 一定要做到 专注和懂爱 懂爱 懂爱包括 懂得怎么爱别人 懂得怎么爱自己 我觉得你现在要先学会 如何去爱自己 然后再学着 怎么样去爱别人 千万不要做一个自我感动型的人 就是你自己认为 你之前那五年的感情 怎么怎么样 你们变成了什么左右手的亲人 你完全在自我感动 你问问你的前男友 他有这样的感受吗 你再问问你现在的男朋友 谁把你当回事 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没有任何一个男孩 会把你当回事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觉得 你这样的真实是可爱的 明白吗 明白 可能有些刺耳 但是为你好 希望你能早日看清现状 谢谢 好 谢谢商大老师 来 图老师 你一上场到现在为止 你满脸写着的就是 一副不屑的样子 嘴唇微微地翘动 说实话有点痞痞的 你不觉得你有点痞性吗 有 你认为那好像是一种洒脱 就让我想起 有一次有个男生 在相亲的节目上 站在女嘉宾面前 摆了一个非常痞子的造型 说老子就这样 你们爱要不要 你们认为这是一种真实 是一种真性性 其实是一种堕落的表现 对自己没要求 每天希望遇见不同的人 每天接触一些新鲜的事 这个想法没错 但不是爱情的状态 爱情的状态是 你的眼前只看得到他一个人 而其他的都会变得暗淡无光 这叫恋爱 你那不是 而且每天晚上 煞电多钟出去 这叫什么 咒服夜行的人 一般来说 心底里面总是有些黑暗的东西 那些成天泡在夜店里的人 泡在娱乐场所的人 认为自己很洒脱 每天晚上工愁交错 喝点闷酒 以为那叫时尚 这就像沙娜所说的 这不叫真实 你说你对他是一见钟情 其实你去宠物市场的时候 在一堆猫当中 挑出一只的时候 你也是一见钟情 他要跟你走 他也是无辜的大眼睛 看着你 所以我想说的是 叫赵川刚才说那句话 谈恋爱不是养宠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不会说 我想要温存的时候 我就好好地联系他 我给他倒倒水 我关心他的病 我不想要他的时候 别黏着我 我晚上要出去 我把猫关进笼子 老娘要出去潇洒 你可不就是这样的状态吗 我今天全程都不想说这个男生 是因为在这段情感当中 主导的是你 他有他的无知 他有他的盲从 他有内心有对你的钦佩和欣赏 但是说他是没有用的 关键在于你 所以不要把自己内心的自私欲望和需要 把它演绎成所谓的爱情 说实在的 你真没有为他做点什么 你作为一个本科毕业的女生 你知道他学理低 你按道理如果真想跟他好好的把这段爱情 经营成一个健康的样子 你就应该好好工作 洁身自好 同时鼓励他也多读点书 这是向上的力量 而结果相反 一个学历低的人 整天在家守着一个学历高的人 一天到晚晚上出去玩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堕落下去 你看你又在微笑了 对不对 你们这些老古板 那都我们的生活 那行吗 那你就继续堕落下去 但拜托你在真实的同时 也说点真心话 你对他到底是爱 或者爱有几分 或者有没有想要跟他有未来 你就说清楚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也挺不容易 人们要把自己包起来的时候 也挺累的 看起来特别真实的东西 不一定特别的真实 因为有的时候心里面有苦 也不知道给谁说 也要学着坚强 所以就包嘛 比如说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是不是真实的 你心里很清楚 是不是完全的一个真实的你 你也很清楚 你在包裹什么 你心里也很清楚 如果我们一直往前推的话 大概上一段恋情 你自己还没有走出来 不用做得那么潇洒 其实你心里知道 你深刻地爱着谁 对吧 你心里知道 你为什么需要那么一个人 走进你的世界里面来 你想象的一种抚慰 可是其实没有 我想今天来这个节目 可能也是自救的一种方式和行为 我愿意这么去想啊 我善良地想 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无理 在他的表达上面 一定是显得很极端很无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行为的背后 我更愿意相信 它是一种求救的方式 因为它也很难 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 它自己也知道它在堕落 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吧 甚至还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男生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其实这种痛还挺痛的 我们愿意理解你 就所有的老师 大概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你应该把这个意识变得更强烈 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是不健康的 身体和精神上都是不健康的 那你要自救其实很简单 你需要正视自己 正视这段感情 在正视这段感情之前 请你先跟你自己说 上一段感情究竟怎么了 我希望今天老师们给你向上的 那一部分的话语 能够激励你往前走 希望以后 咱们都是能 不改变一件 我还是舍不得你 还是想和你继续走下去 我相信你也会为我做出改变 就像老师们说的一样 我需要改变自己很多 才配得上你 我考虑好了 好 来 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关门 大家了解一下 这对嘉宾朋友们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先进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结婚后 他完全不重视我了 变得越来越懒 脾气也越来越大 我怀孕都五个月了 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 他从来不关心我 孩子还有几个月就要出来了 他妈妈也不过来照顾我 坐月子 他们家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 我该怎么办 其实呢 想奉劝您的是 不必纠结于他家人对您的态度 而且对于坐月子这件事 也不必纠结于婆婆是否 应该过来照顾您坐月子 其实按照常理来说 坐月子应该是自己的妈妈来照顾 是最为方便的 至于老公对您不是那么的关心 我想您应该找找原因 如果先生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 您完全可以剥夺他做父亲的权利 祝您幸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